而市民代表欧彦智关心金三角商圈的国画 他督促是公所要设法推动商圈繁荣计划 不要让空污还有游民成为花莲的市容特色 另外针对花莲市的重阳礼金发放 欧彦智也建议要扩大照顾更多年龄层的营法长者 从小就在花莲市金三角成长的市民代表欧彦智 他指出目前花莲市商圈只看到空污和游民 这实在不应该成为花莲市的市容特色 观光客来花莲永远只知道东大门夜市 可是我们花莲市金三角空污率以及街友的问题 希望我们花莲市公所可以提出改善计划 那我们也可以希望说结合更多的社区的特色社区 然后来做发展 而花莲市的重阳金老里金发放对象是70岁以上长者 欧彦智认为应该要扩大发放 来照顾更多年龄层的长辈 我们花莲市65到69岁的老人年金的发放 为什么花莲市没有 那吉安乡有 那花莲县政府也有针对花莲市没有补助 可是吉安乡也有600元的补助 来来回回差了1200元 那我觉得说现在少子化 那我们服务养比例这么高 那我是不是觉得说我们花莲市也应该要有这个重阳力金 其他还包括公园串注计划 市区淹水及台风天 人员值班关怀等议题 欧彦智也提出和市公所做沟通与讨论 这里会欢迎市报道